這段影片剛才做完的時候被YoutubeBlog了 我暫時還未知些什麼事 究竟是人為或機器或AI發生問題 我要用後才決定 我做完這段影片看看會不會有同樣的問題 究竟是機器或人為 我不可以被人影響我繼續工作 所以我繼續做 這宗新聞說湯樂文即將公佈了 究竟他什麼時候說一些他和馬明的婚事 感情方面 另外對他未來的丈夫馬國明的一些感覺 相信是好事近的 詳情繼續看影片下去 但我也有些評論 他會不會想怎樣搞呢 他有說過的 我自己對這件事有些分析 湯樂文靚湯連續三套劇是播出的 我告訴你 有時你忙起上來 好事近接二連三 雖然是一個傷身陌生人 反應未如理想 要縮了集數 但盛在他自己看得開 EQ高我也是這樣的 他坦然百貨應百客 這次不行就下一次 就像我剛才的影片 我不知道現在還未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待會做完事我才搞吧 對於工作 靚湯比起佛系 隨緣佛系 但講到他和馬明的感情 靚湯覺得外界過度關注 令他感到壓力 外界越八卦他們越想低調 同時他也覺得大讚馬明 成熟穩重表現得給他很安心 更加強調已經認定對方 他也有討論過這個結婚的問題 我們看詳情 靚湯在雙身陌生人裏 首次和馬德忠合作 他初時被對方比較酷的形象嚇到 在他講戲裏面 合作後就馬上改觀 即是和他合作的時候 在片場可能大家都沒什麼聊天 當然不聊天 之前還未失敗過嗎 那麼多負面的緋聞 拍親劇都有機會和負面的緋聞 說得好像是涵濕霸虎 初初和他合作有點害怕 今次認識後發現他很喜歡搞GAT 說到馬神的氣場很厲害 我以前在我工作的地方見過他 亦真的走到他身邊跟他說話很高 我想他有6尺多 過了6尺 他的氣場是有的 當時他已經沒有現在那麼紅 因為現在可以走 可以走 可以死 但他剩下馬神也拿了我試帝 好 靚湯自誇應付應該有一手 就算氣場勁那些都會被我攪散氣場 對於這個雙生物生人 由25集濃縮到20集 靚湯自認是佛系的 我好看得開的 不要說濃縮雜數 就算修樹未如理想 都不是很介意的 我都盡心盡力去拍 讀完的劇本 很投入去研究角色 出來真的百貨應百客 不是每個人都喜歡 但亦都有人欣賞 看到一些留言說 為何剪了5集 我都想看 所以有時不能夠用一件事去衡量 例如當年的天與地 很多人都看不明白 事後有些人覺得是神劇 很奇怪 有時觀眾未必一定說 一下就能夠接受到 好像我的影片 說真的我用心去做 每條影片都知道我的資料很齊全 最快的 很短時間就可以找到很多資料 但可能一下子未必說很多人看 Youtube未必幫我推 但我都嘗試努力 剛好 你好像說曾光過身那天 我平時就是做足功課 所以一到曾光死的時候 嘻嘻含含 當日的直播都有過二次人看 都很開心 這些就是只有功 平時做功課的人 去到這些大是大非的時候 很多很厲害的資料在那一刻就爆發出來了 所以平時就算成績即時見不到也好 你做了一些事的話 就不會白費的 所以我覺得現在就算做短片 不是死人想的 我都盡可能做足功課 到他真的結婚那天 也有很多東西說 有時你做了這麼多的 你都可以間中 好像成龍那條片一樣 也是的 以前我做過很詳細的 成龍追求哪些女孩子 人物專訪 然後阿士最近發出說他 他當年很害羞不追女孩子 我一五一十跟你說 如何追米雪和吳以利 好了又說回這裏 他說靚湯就變成佛系湯 跟進行十年 和他父親是湯鎮宗有關的 因為他父親是湯鎮業的兄弟 其實都是英俊的 但當時湯鎮業很紅 但因為翁美玲的事件又搞到一鍋抱 其實都不關湯鎮業的事 但詳情呢 有可能我會有機會在蕭先生說得更加詳細 你們喜歡聽明星那些鬼故 就算我以前說過少少的 我將他有不同的形式 又是 你好像昨天聽梁朝偉那個 我不同的演繹方式 我一個事件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演繹方法 你每次看都不一樣 所以大論八課 阿湯就說 剛剛選完港者 有些角色很小 做妓女可能兩三場 有些不是很想做的 導演和監製很正面地跟他說 很多人都是做這些出來的 你想一下 鄭云發也是做岩差的 做那些小角色 站在後面 劉德華也做過 周星馳也做過 誰不做過 你不經歷過這些 都沒有什麼經驗 浸淫在演藝圈 你沒有演技 一聲讓你做女一 做了第一集 人家罵你的演技 做完一集主角以後不能做 寧願慢慢累積一下經驗的話 無論在演技或EQ方面也好 因為要視你做不同的角色 導演這樣勸他 加上他爸爸經常跟他說 這個世界一加一不是等於二 但是零加零就等於零 人人都說你好 自己覺得有這樣的條件 天分不一定事事暢順的 尤其是這一行 其實昨日蕭先生的影片 開頭也是這樣說 為何有娛樂圈的人這麼順滑 就是因為有時做某些行業 比如說娛樂圈 無緣無故是這麼紅 然後很有實力又不紅 蕭先生有些警察 為何打槍也減不死 但有些人不小心 都被刺了 所以他們這一行偏門的行業都是信不信扯的 所以不是說你很努力就一定會紅 Tong聽完之後就覺得一定要努力 其他東西是給天去決定 意思是唯一句英文 平時看很多書有金句草賣草賣 You do your best, the God will do the rest 你自己做到你最好,將其他東西交給天 所以他形成了他這麼佛系 人生流流長,每樣都這麼介意 心就要再很多東西,不用睡覺 另外提到Tong爸爸 當然要跟馬明婚事的事 早前跟Tong、葉兩兄弟開live的時候 向Tong和馬國明吹婚一件事 然後Tong就笑著說他爸爸 只是回應網民的要求 私底下從沒有吹婚 他爸爸沒有特別叫他 你什麼時候結婚? 你兩個人 他爸爸沒有給壓力他 對於外界不斷追問 你什麼時候結婚? 婚事? Tong承認是真的有壓力的 每隔兩三個星期或一個月 就會問他是不是結婚 又傳他是不是買了房子 又說結婚了已經 其實太誇張了 Tong提到 甚至有網民留言說他 你年紀都不小了 還不生就生不了 好像很多事 精致泛覺之中 OK Buz你 Take care Enjoy your meal 好 接著 靚湯 越說越疑惑 他真的拚爆頭 他說 是不是一定要閃婚才叫正常呢? 馬明的性格比較穩重 男生穩重 要看穩定一點 因為如果相處一兩年的時間 其實都未必一定 就算不要說結婚這麼大件事 有時做朋友都要經歷一些大的事件 你知道對方是怎樣的 你才知道原來是這樣的 會更加了解 你沒有可能平時沒事 沒有跟他拍拖 當然是喜愛喜愛 拍拖初期是開心的 但是到中間 你可能有些位置會覺得 又是做那些事 甚至乎你上床 你疼誰的位置 好像已經猜到對方 下一步會做些什麼 所以他說 馬明的性格比較穩重 他不是很容易做決定 又或者不會衝動 讓他無端端說 你結婚 他不是這種人 他有一個比喻丁湯的感覺 是一個責任感很重的人 我很欣賞他這件事 才令我覺得他對我負責任 更加有安全感更加安心 現在35歲的靚湯 他承認和馬明認真地計劃過結婚日期 即是結婚的計劃 但是因為疫情打亂了我們的計劃 他說我們有討論過 但難道我們每一部討論都跟觀眾交代嗎 觀眾說什麼 對於馬明年紀都不小 即是四張 如果你現在四十歲 當你想生嬰兒 你兒子二十歲讀大學 你已經六十歲 其實是退休的年齡 所以大家都替他心急 問到會不會在兩年之內解決呢 阿靚湯坦然希望 他說希望做得到 其實現在很多事情都在談 我們打算 如無意外 希望可以在兩年之內 結婚 但疫情也有少少影響 之前第五波 都是想穩定一點 還有我和馬明都是那些 不如就這樣算吧 弄都不要弄了 他說哈哈 即是說他可能想註冊 不想搞那麼多 一大爛餐 有很多圈中的人 但馬明都想存錢買樓 其實他本身已經有一層樓 在太古城給他媽媽住 但他現在想買多一層樓 有個安樂 他說那些人問他 是入市好時機 哈哈 即是他自己在想 但靚湯夢想之中的婚禮 他自己和馬明商量過婚禮 並且希望在這兩年之內安排 但又遇上這個疫情 他現在說 夢想之中的婚禮 是不需要太隆重的 不需要世紀婚禮 不需要很大壇 但可以做到回憶 就已經足夠了 我想和每一個人來的人 都真的有交流過 即是可能 你知道如果結婚的話 太過大龍鳳的話 太大壇 很多人都會頭暈 因為本身 新娘在結婚那天真的很忙 又要整天保妝 要請化妝師跟蹤一天 另外可能很貴 整天保護化妝師 不是不記得他有沒有來 如果你太多人 他可能 我都不記得誰沒有來 祝賀我 他想每個人都記得 所以說小小就好 最後他作出甜爆呼籲 總之我們就認定了他 馬明 走不掉 一定要和他結婚 結婚是遲早的問題 希望大家不要太心急 希望在這兩年之內 是搞的 我相信 如果他爸爸媽媽 或家人聽到 現在可能密羅緊固 你現在不知道有沒有第六波 第七波 但計劃已經在 所以他也不會搞得太遲 盡可能希望疫症完結後 很快有公佈 希望盡可能 因為靚湯 他已經有30度 30宗 是中女 他兒子也過了40歲 這樣不行 另外 現在他35歲 兒子大了幾年 四字 現在結婚生兒子差不多 另外 早前有些雜誌 傳媒找來一些塔羅牌的師傅 幫他們兩個去算 究竟馬明能否嫁得過 會不會是很悶 泰國很男人 有時都很悶 所以一些傳媒找了塔羅師傅 塔羅師傅解答外界很想知道的問題 事實上好似金像獎的影帝 劉青雲是水瓶座 自從1998年和郭愛明結婚之後 兩個人是24年來甜到漏 劉青雲在2015年 憑著涉聽風雲3 奪得香港金像獎最佳男主角 在台上發表了太空船的理論 多謝他老婆 當他拿著太空船去宇宙 不知道到哪裏 總會有一個方法 令到他安全地回來地球 聽見都覺得很悶 至於公認娛樂圈 好好先生的馬國明 他說原來他都是水瓶座的男生 女朋友就是湯樂文 在一個生日幫他慶祝 在社交平台放閃 有不少網民說 你很快就把天窗拉起來了 是時候的了 那好吧 塔羅斯 塔羅斯 只說是星座 結論 結論 就是他們預計 在兩年之內 是盡快完成這個結婚的 也都希望 自己密羅緊固 但問題是 你說馬明現在也存錢 買另外一層樓 疫情 不知道會不會有第六波 因為本身第五波已經拖慢了他們的計劃 現在我們正在靜心地 叫觀眾不要太心急 現在正在做事 所以此一可待 我看看馬明和阿靚湯的IG有什麼 post出來 湯樂文IG Rosen 名字挺好聽 Rosen OK Rosen 你們喜不喜歡?喜不喜歡? 你們喜不喜歡? 歡迎你們 這就是 帶給大家 最新的資訊 就是說 湯樂文 答應大家 現在正在做事 希望可以在兩年之內 向大家公佈 正式的日期 他說 嫁就一定嫁給這個人 沒有其他選擇 不想其他 就算你哪個公子哥兒 找他 他也是選馬國明 非常甜蜜 很甜蜜 OK 看看 先 馬 Rosen 對 這樣 他現在傷身陌生人 最近又 切雜數 對吧 你看看 他是正經 正經人家 雖然我有同時 69萬多 都OK 多人喜歡 OK Rosen 他也是養狗 也是喜歡 也有養貓 很有趣 生日送花 OK 其實他妹妹比他漂亮 這麼多貓 狗狗 好像公仔 很可愛 他跟馬明都很配 好過黃森永的八婆 好過黃森永的八婆 是嗎 OK 看看誰比較紅 馬國明比較紅 他比較紅 他比較紅 他69萬5千個Follower的IG 馬國明IG Kenneth OK 嘩 為甚麼少這麼多 為甚麼 他的男朋友 即是他的Fiance 少這麼多 32萬4千 他Follower 他女朋友反而六十幾萬 嘩 真是 他是乖子 平時都是做事陪媽媽 他跟黃森永這麼巧的女人 分手 他叫做閒運 是嗎 OK 看見到了 那下一單的娛樂新聞 跟大家分享是甚麼 看看 喜不喜歡 喜不喜歡 好 好 OK 下一條娛樂新聞跟大家公佈的 就是這個 兩點鐘 兩點鐘 OK 好 OK 最近 Bobo說 yes they are perfect OK 好 那條片被Youtube block 所以我現在還未知道 即是 投訴王那條片被Youtube block 暫時你們看不到 我下載了下來 看看我可否再下載這條片上去 好嗎 他們一定 OK OK OMG 好 給你們看一張照片 下一條影片 下一條影片就講兩位爸爸 說吳鎮宇 鐵刊柔情 和陳豪 兩個凝霸 教仔各義 好 一會兒兩點鐘和大家見面 我先把連結給大家 好嗎 好 多謝各位 好 記得 幫我留言點讚 好嗎 麻煩 是 我還沒吃東西的 今早 吃了兩條蛋卷 幸好你們送蛋卷給我 OK 我們一會兒見 OK 麻煩 拜拜 對 你們